这世界上有一种人,他们不用照旧玩物,不用熬夜,也不用付出太多的金钱,他们甚至好像不用花什么精力,就可以得到好几代人辛苦积累的财富。 年纪轻轻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,而有些人则是拼人命的工作,忙碌了大半辈子,银行账户里仍然还是没什么积蓄,尤其是这年头儿,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明显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穷人越努力越穷,富人越悠闲越有钱,轻轻松松就可以寄进全球财富派行吧。 甚至很多人套集的速度越来越快,财富是成指数增长的,那为什么会这样呢? 其实这些人都在有一种力量,用借力的方式给他们带来最大的产值,而这个力量,我称它为财富杠杆,普通人跟他们的区别,其实就在于,懂不懂得借助这个力量啊。 有钱人最爱的借力方式就是杠杆,只有帮你留好的这个财富杠杆,以才能最大程度放在你现有的财富。 我们总是听人说做事情要用杠杆,那到底什么是杠杆呢?杠杆简单来说,就是用最小的变速,撬动最大的回报,比如小到整理家务,大到商业模式,都离不开杠杆思维。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啊,如果给我一个指点,我能撬动整个地球,这说明了杠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。 而创造财富的核心,就是找到我们生活中的指点,创造杠杆,建立能为你带来财富的体系。 而这些体系主要分为三种,第一种是劳动力杠杆,劳动力杠杆是借助社会的劳动资源,让你能做的事情分配,就像是创业的时候,你需要聘请员工,你需要组建团队,让他们给你提供多余的劳动力资源。 这其实说的就是利用有限的时间,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事情,劳动力杠杆是最通用,却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力量。 因为劳动力杠杆背后的秘诀,就是对时间的掌握,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们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,无论你怎么努力,怎么拼命,都不可能给自己炸出24个小时了。 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合理的杠杆,就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小时变成1000个小时,甚至1万个小时,我们的24小时会变成24万小时,用的就是劳动力杠杆,我们通过接来别人的劳动力,去完成一件原本很费时间的事情。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完成,那么老板是不可能从头到尾自己一个人干的,这样搞不好半年都做不完啊,公司肯定就会亏钱,所以就需要聘请策划人员,运营主管,客服等等的,让整个活动在期限里能顺利运作。 而老板做什么事情呢?老板只负责监管,甚至都不用监管,只需要开会确保进展顺利就OK了。 有人说了,我老板好吃懒做,凭什么能赚那么多,我每天忙得没时间吃饭,为什么才拿那么一点钱呢? 其实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,老板建立了整个公司的体系,而公司的体系就是他的杠杆,比如是开会吧,他跟全公司的人开会,那他付出的也只是那几个小时,可是全公司的人可是要跟着会议的指示,忙活一整个礼拜啊,他这两个小时,会放到全部人的一个礼拜,所以说他的时间真的很值钱,那凭什么他就不能拿多点钱呢? 只有深刻认知到时间很值钱的人,才懂得用劳动力杠杆,但这些人并不一定要是老板而已,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高收入群体不会有这样的认知,平常的工作就已经很忙碌,自己就只有礼拜天的休息时间,那为了节省时间,就聘请保洁阿姨给自己的无子整理干净,自己则是去进修其他的技能,或是经营副业,带来更多的收入。 劳动力杠杆的关键,就在于你能不能忍,自己不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事情,让别人来替你完成,帮你腾出多余的劳动力,去做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,让你的时间变得更值钱。 很多人认为自己只要努力工作,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上,就能够有相等的回报,可殊不知再怎么努力,他也只是一双手,再怎么付出也只有24个小时。 所以努力是永远不可能和回报成正比的,想要富有,不是要先勤奋,而是要懂得打造杠杆,你不会的事情要他人来帮你做,借助社会资源来帮你完成,如果你能通过某些杠杆,让自己的一份努力,复制成很多份努力,那么你才会有机会,一天赚别人一个月的钱,甚至一年的钱,一辈子合成别人的几辈子。 第二,金融杠杆,这是在金钱上借力去撬动更大的金钱,像是银行或是投资人的钱,从而为自己赚钱。 金融杠杆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称号,任何人用上这个称号,都可以放大在金钱上的数额,无论最终结果是收益还是损失,都会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加。 我们在做生意或投资的时候,谈得往往是回报率,意思是你在这个生意或项目里面的每一分钱,能为你带回来多少,金融杠杆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,但其实这跟我们生活中住的房子一样,没有什么区别,也是其中一个金融杠杆,通过借钱来赚钱,那我们借的是谁的钱呢?是银行的钱,举个例子吧, 你用100万来的房子,第一年增值10万,租金收入是5万,那你赚了多少钱?是15万对吗?但其实不是的,因为我们要计算的不是总资产回报率,而是现金回报率,一个100万买的房子,你用了30万现金,剩下的70万都是通过银行贷款买回来,那第一年增值10万,租金收入5万,还银行贷款5万,虽然它的总资产回报率是15%, 但如果以30万现金,投入的回报率来计算的话,等于10万增值加5万租金减5万利息,除以30万现金投入,那么你真正盈利的是35%,因为你的现金投入其实是只有30万,但这30万为你带回来了10万块钱,通过借钱投资,用杠杆的原理将自己有限的资格放大,不只让你的钱努力为自己赚钱,还可以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,再举个例子吧,我们都知道,之前马云的蚂蚁公司要上市, 30个亿撬动了3000个亿,这就是投资的杠杆,简单来说就是自己出小钱借别人的钱,撬动最大的利益,这才是资本游戏的迷茫,而看一下当今世界的金融巨头,哪一个是没有用这金融杠杆,给自己带来无数的财富呢,要知道,借钱的目的,是用钱的杠杆作用,来放大自己的资本能力,但在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,就是投资的杠杆代表着高收益,同时也代表着高风险,当自身认知无法驾驭风险的时候,借来的钱就变成不良借贷了,还需要提到一个问题, 这是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有在用杠杆,我借钱去买手机,我借钱去买口红包包,你听清楚了,这可不是撬动杠杆,而是控制不住欲望花未来的钱而已,而有钱人不仅了解如何借钱,还懂得如何避开不良借贷,他们会把自己的每一分钱,甚至别人的每一分钱都最大货地运用,创造出最大的价值,第三种杠杆,叫做零编辑成本的杠杆,这是今年最火的词了,编辑成本说的是每一个单位新增的产品,带来的总产品的增量,比如,只生产一辆汽车的杠杆, 成本是非常大的,但生产一百辆车的成本就会低很多,而生产一千辆的时候就更低了,又比如你去种田,种一亩地可以赚一万块钱,那么你想赚进十万就需要重视墓地,而且需要更多的劳动力,这样编辑成本一点都不会减少,因为你的收入和成本是成线性关系的,而这个时代,诞生了很多能降低编辑成本的事情,甚至出现了零编辑成本的商业模式,这种商业模式,也被一些聪明人广泛的运用,赚了零编辑成本的钱,比如微软买的Windows系统, 只要一次性的操作,以后买出去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,成本接近于零,比如淘宝,平台搭建后,再多的商家来,成本会接近于零,比如谷歌搜索,只要网站做好,再多人来搜,成本也接近于零,传统事业则不一样,就算华为手机在牛,能够生产无限量的手机,但每台手机的成本还在,始终无法接近于零,所以,想要快速获得财富,就要顺赢这个时代的趋势,找到编辑成本接近于零的生意,那么问题来了, 什么样的生意或是项目,是编辑成本接近于零的呢,其实要知道这些,只要掌握一个共同点就可以了,就是这些项目都是我要什么东西来发展的,没错,你猜对了,就是互联网技术,这也是互联网公司,为什么能赚那么多钱的原因,互联网的诞生,创造了很多的企业家,而这些新贵,都是因为明白了零编辑成本的杠杆,重点是,互联网让普通人也可以踩着零编辑成本的杠杆, 放大自己的价值,扩大自己影响力,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财富,比如说我想扩大个人影响力,此时的我,如果在咖啡店跟人一对一的聊天,那么我一个小时撑死也只能影响一个人,但是如果我花一个小时时间来制作影片,那一旦我这个影片发布出去,就有可能在网络平台上,跟一万个人分享,通过影片平台做更大,我一小时创造的价值就增长了上万倍, 也就是说我获得的财富,也是一次付出了一万倍,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,一个服务,比一次服务一个人,跟同时服务一万个人,成本虽然是一样的,但你创造的价值,却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,而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大型杠杆,它杠杆了人的时间,甚至杠杆了人的努力,让每个人都有编辑成本,无限接近于零的机会,未来的趋势绝对是追求低成本的,无论是企业,还是个人,都会降低成本,增加利润为目标, 把成本降得越低越好,比起线性增长,大家追求的都将会是指数性增长,这也是为什么,比起之前,一年增加几倍的利润,现在这个时代,我们听到更多的是,翻倍增长的利润,在网络技术下,这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简单,人们会更加重视个人品牌的打造,先是社交网络,朋友圈,会把自身观点和事业进行传播,增加个人影响力,而零编辑成本的更大,将给这个时代带来巨大的机会,其实比起努力更重要的是放大努力, 而借助杠杆,就可以帮助我们放大密斯法则的效果,密斯法则说的是非线性的变化,它会让强者越强,弱者越弱,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,不管是小米啊,华为啊,还是谷歌,特斯拉等等,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密斯法则,而线性思维和密斯法则的区别,视力拥有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,线性思维强调的,是自己有才是真的有,而密斯法则更看重的是,杠杆资源,撬动杠杆资源对于线性思维的人来说,是很难的, 因为只要当你理解了密斯法则,你才能用好财富更大,而财富更大越高,你就能用越来越少的时间,创造越来越多的收入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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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